大年初二傳統食開年飯 但疫情下有海味店54年以來第一次 老闆不和員工一起食 新型盤這間海味店 員工清晨6時多開始準備開年飯 包括羅漢齋、法菜豪市等等 老闆和員工之後舉行拜神儀式並續一上香 祈求新一年生意興奴 老闆說因應疫情 今年只和大約10個家人食開年飯 不招待員工和朋友 人數比去年少大約一半 是54年以來第一次